聽到較有的報料 東沖乘搭巴士上山 發現松林中出現大型十字架 懷疑那裡有一間隱世聖堂 嗯,好了,收到了 就讓我馬上去查探一下吧 聽說乘搭港鐵東沖線來到東沖站 轉38號巴士到北大魚山醫院下車 再上天橋走到東沖道 再沿路到上嶺皮村附近 咦,這裡有個紅磚小拱門 上面有個十字架 讓我進去看看 米黃色的牆身 上面寫著什麼呢 東沖姓母仿親小堂 天主教堂Bingo 這裡真是有一座聖堂 紅色的三角屋頂 被周圍密密麻麻的大樹所遮蓋 難怪這麼隱蔽 不知道這座小堂 是何時開始坐落在東沖這裡的呢 啊,曼神父和五執事 讓我問一下他們了解一下 好久以前是他們的主堂 我們這裡的主堂是梅窩 梅窩派神父來開梨沙 那時候跟他們的名字是主獻堂 這個東沖好像是梨沙中心 神父住在他們的宿舍是梅窩 他們都會來這裡開梨沙 這座聖堂雖然不是很大 聖堂外面就有一座很漂亮的聖母山 周圍就種植物 但內部的陳設就很有鄉村小聖堂的特色 簡單的中式陳設 祭台右邊有聖體櫃 和永座聖母畫像 左邊有中式聖母仿親畫像 和聖賢會傳教士聖福藥室像 祭台中間的十字架兩邊 還掛有一幅中式對聯 不知道這幅對聯的內容 是有什麼意思的呢 這兩個對聯是很久的 幾時我們都無從追究 但內容很好 聖寵無崖 天主的聖寵無崖無盡 很厉害,天神领报 说圣母领报时,是谁来报呢? 天使说,谦然自此 我们都是说圣母很谦信 自己发誓,自此 主旨克成,天主的意思是 我们要跟随,去命 两个人都说关于圣母的事 这个真是跟我们的同居的命有关系 圣母放尘 这个是圣母 这个是圣母 听说,有个很大的十字架在这里 在哪里呢? 哇,中间真是有个很巨大的十字架 为什么这里会有个这么大的十字架? 还有,它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呢? 这个十字架是 是县主会的时候做的 因为高的嘛 以前这个圣堂外面 没有那么多树 那些树没有那么高 所以在外面很远都看到这个十字架 作为一个福传的方式 也是一个公司 福传 为了福传 是的 唐居主任斯多 是来自印度的圣言会 万榮生辰父 他在2012年开始 被委派到东涌小堂服务 不知道他刚刚来到小堂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呢? 一千年之后 是来自权的方式 来自权的方式 或是全部都承担 以实在选择 我来自权的方式 是来自权的方式 用来自权的方式 我来自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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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堂的前身是一間診所和幼稚園 根據資料 上世紀九十年代 小堂是屬於大嶼山主遣堂區 聖堂的前身其實是一間診所和幼稚園 當時的本堂胡仲恆神父 為了尋找適合的地方舉行彌撒 曾經借用到區內的學校和安老院 甚至乎去到教友的家中進行彌撒 直到二千年開始 就借用東涌聖母幼稚園的原子 其後改名為聖母訪親彌撒中心 在2001年更加正式名為小堂 隨著東涌的人口急速上升 教友的人數亦不斷增加 小堂環境不虎應用 同年九月成功借到 剛剛落成的東涌天主教學校禮堂 舉行主日彌撒 而小堂就主要用作為神父的宿舍 以及舉行平日彌撒 我是去過兩個地方參加過彌撒 一個就是小堂 一個就是在名外的老人院 小堂是好的地方是好的 寧靜 以前沒有那麼多車 沒有那麼多人 二個早上走路也不是很遠 走路也有十多分鐘便到了 現在不是恆常活動 譬如有時新教友 拾了洗 我們會請他去那裡認識 在那裡認識一下 還有在那裡可以聚餐 燒一下食物很方便 在那裡 我在小堂中 在幼稚園教書 我星期五很深刻 就是星期五 小朋友放了學 我跟一個姐姐 就搬到桌子和櫃子 把桌子放在一旁 之後 設置那些大的椅子 製台的桌子 那個印象比較深刻 原來之後 那些教友都在那裡聊天 很多都是不同地方搬進來東涌 所以就很多交流都可以 回聖堂就獨特一樣 但是如果讓我選擇 我都喜歡小堂那邊 始終是聖堂 這裡始終都是人家的地方 祭台的招航萬策 完了就要搬回去走 那就沒有什麼固定 雖然曾經四處奔波 尋找地方舉行離實 但是就沒有減少到教友們的熱誠 全靠神掌的幫助 和教友們的努力 教友的人數 由最早期十幾個人 去到現在將近三千人 東涌社區 近十年遷入的人口不斷增多 特別是新移民和南亞人士 使到愛德服務的需求更為急切 唐區的一班義工 就和持有協進會合作 成立了喜樂社 專為東涌區內的小朋友 提供不同的愛德服務 除了幫助區內的小朋友之外 伍永雄執事 一直在唐區內 組織一些教友義工 去到監獄進行福全工作 聖務房親小堂 目前面對最大的難題就是空間不足 加上預計教有人數會不斷上升 所以教區目前正在籌建一座新的聖堂 希望可以配合東聰 在未來複存工作的發展需要 其實是開心的有新聖堂 起碼有六腳地 因為你跟別人說這裡有天主教 在學校很多人的反應很有趣 學校裡的禮堂好像不是聖堂 像是聖堂一樣 嗯 別具特色的小堂 令我明白到 聖堂不論面積大或少 只要區內每一個人都熱愛這個家 團結努力付出建設 自然可以創造出封石的成果 中文字幕提供